杭州七宝地铁站附近有家园级勤航 小赵是店长 他说考虑到上班有适当情况 成人学员来勤航上课 一般都是提前和老师约好时间比较灵活 他说六月底他就要走 他就要调到其他的地方去 他主动来跟我们说要抓紧给我排课 我们那就抓紧 然后老师其他的课都推掉来给他排课 然后给他排了呢 他就说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出差 然后而且经常给他发微信 他是不回的 小赵口中的他 是五月份报名学钢琴的学员唐先生 他说老师和唐先生好不容易约好了 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六点半上课 我们老师就说那周四 我本来是有一节课子的萧山 然后老师后来就说那这样吧 我因为他实在很久没有约上课了 我们老师说我把萧山的课推掉 我从萧山赶过来给你上这节课 然后临上课前十分钟 他给老师发消息说老师我在开会 我不来了 小赵说一般情况下学员约好上课时间 如果有事要提前一天请假 他们对唐先生放款要求 提前一小时请假也行 这次他在群里通知对方 这节课要扣课时 对方回复 你扣个试试 小赵提供了一段当晚双方通话的录音 你明天有时间你就来退费 我把费用退给你好不好 不要在我不在的时候 来骚扰我们的女老师好吧 我现在没法退给你 现在我们下班了 明天退钱 比如说约的时间 因为我也是做工作 现在工作比较忙 有时候确实难得出租时间 约这个上课 有两次呢 他们这边也是迷失有事 也要错开时间了 我也没什么 我也没说什么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生气过 昨天是什么情况呢 昨天我在公司开会 开会呢 确实是六点零几分 我以为可以走了 我可以回来打个车 也就是开个车十几分钟嘛 就到这边了 停航了 六点半应该不耽误 但是后来机场临时 机场领导说 这个延长开会 不是延长了 一直到晚上一直在开会 所以我后来晚上 就是搞得很晚 一直说开会 那我就临时不敢请假 也不好请假 那后来我确实 这个是怪我啊 这怪的是怪我 我说我太临时了 唐先生说 和小赵在群里起了争执 对方还用私人微信号来加他 话也说的不太好听 系统上 唐先生购买的二十节课 还剩十六节 他表示同意退费 但秦航把这次没上成的课也扣了 他不认可 唐先生还提到和小赵在通话当晚见了个面 发生了冲突 他保留追责的权利 他昨天晚上叫了四五个人 那个应该是他 是他的同事还是什么 我不清楚 整个胳膊 那个那个 整个胳膊的密集 累住我的脖子 累了走了 有大概七八米 七八米的路程 累完以后 然后别人把他拉开了 有人把他拉开了以后呢 他后面又又又又又 侮辱我 我侮辱我的母亲 整个视频全部都有 我兄弟也录视频了 然后那边监控也有 那您说的这些视频啊录音证据 能方便提供给我们媒体吗 你们是他们找的 我不会给你们这个媒体 我会给派出所 我绝对对他没有任何的殴打行为 卸你一条腿 然后我当时就很激动 我把腿伸过去了 我说来你卸吧 然后你想这个行为 他直接说 哦你踹我 然后因为我是在另一家店 也有兼职 那肯定有店里的员工会出来 他们也怕我们两个人发生冲突 他们就是在中间做一个 就是拉开的这种行为 没有说我们去围着殴打他 因为你让他调监控 我欢迎他报警 他侮辱到我家人 我肯定不可能闭嘴不还口 经过沟通 唐先生和小赵约好 一起到派出所 在协商处理 188红剑 记住报道 女士和小赵约好 人事发aj的 您的邀请 您您的邀请